哈囉 大家好 我是Tim 今天是2月18號 我要去蘋果 新一蘋果的S3 去拿我的AirPods Pro 2 開箱給大家看 跟大家講解一下 聽一下比較一下 無線耳機、有線耳機的差別 像我自己本身就有 像是Avoix耳機 DT770 Pro 然後小米耳機 Moreear等等 還有 今天要去拿的AirPods Pro 2 然後 就想跟大家比較看看 這時間有什麼差異 那就讓我們出發囉 GO 蘋果到了 好 之後的話我們是開蓋 因為第一次他還沒有配對 開籃桿 對對對 之後開對過 只要開蓋他就會自動運動 謝謝你 不會不會謝謝 到了 快點來開箱給大家看 好的 來開箱一下AirPods Pro 2 來詳細開箱一下 因為剛剛拿到的時候其實沒有很 就是沒有很詳細的開 所以想說這次給大家 滿滿的看一下開箱的過程 本體 幾乎拿到的時候 本身就有一點小張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得到 打開之後呢 這樣就會有一個 貼紙啊說明書之類的 然後呢 上面裡面就有我的 本體 然後還有線這樣 線在後面 然後這個就是 印著我的名字這樣 刻著我的名字 對 不過他 他的殼本身 就有點小小張的 對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就有點灰塵的那種感覺 對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得到 就是有一點點 對 然後他下面的口也不是 222的 他是13這樣 對 然後他其實這個殼啊 就是 跟之前一樣 所以他其實 怎麼說呢 就是他還是會 還是會 刮到啊什麼的機率 對 他並不會說就是 這個就會防 防刮啊 或什麼的 他還是很容易 其實如果你沒有保護好他 還沒有裝殼的話 很容易還是會受傷 這樣 對 所以建議大家還是去買個保護殼吧 打開 然後他這時候就會跟 手機配對 對 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就 手機就會跳出來 對 沒錯 然後關於音質啊 他其實 跟 上一代 其實差蠻多的 上一代 他 被大家蠻說 就是表現來說蠻平的 對 就有點像 英美特的 就是 曲線這樣 就是蠻平一點點 就比較像是 就是監聽耳機那樣的感覺 對 然後他後來第二代之後 他稍微著重了 低音跟中音的部分 然後 但是我覺得 高頻聽起來還是有 有一點點不是 那麼喜歡 當然我覺得音質 是很看個人主觀意見 對 但是我覺得相比前面來講 就是第一代來講有好蠻多 就是有提升蠻多了 只是 高頻的 高頻的地方 我覺得還是可以更好 因為他其實 所謂 哈曼曲線 或者是 英特沒曲線 他其實 就只是一個標準 那 會基於這個標準 去做一點點 就是 不一樣 就會調教啊 或什麼 就會有點不一樣 他不會說完全 鐵痕 但是如果 跟他原本 那兩個曲線差太多的話 基本上就是 會被我們 音質來說 會被我們來說 是不太 友好的 就是如果偏離那個 曲線的話 基本上 我們就會說 音質聽起來 不好 那基本上如果 有稍微 就是 接著他的 就是沿著他的 曲線走的話 基本上來說 基本上一大眾的 觀點來說 還是會接 就是會蠻接受的 這樣 然後 像哈曼曲線 他就是會 每一年 他除了曲線 基本之外 他還會每一年 就是抽樣素 樣素的人來 聽評 這樣 就是評測這樣 所以他就會根據 那些人去做調整 所以 根據時代的演變啊 那些什麼 大家的 觀念啊 或聽感都會不同 這樣 所以我還是回歸 那句話 就是 音質這個東西 其實他們看個人的主觀意識 然後啊 那個AirPods Pro 2啊 他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 大家說的會降噪嘛 對 我覺得他其實 比上一代的降噪 其實 我覺得好很多 因為上一代就整個 會悶住很不舒服 那種 然後 這一代有稍微好一點 可是 你說真的完全改善嗎 我覺得好像沒有 就是 還是能感受到 他 有進步 但是我覺得 還可以更好的地方 這樣 我覺得不錯啦 就是如果以無線耳機這幾個字來講的話 就單純以無線耳機來評調 我覺得 他其實算是 無線耳機中來說 已經表現算蠻出色的 但是如果 你剛才就是專業的那種 耳機 入耳式耳機啊 或者是頭戴式耳罩式耳機的話 其實基本上 還是會差蠻多的啦 對 但是我覺得如果以 無線耳機來說 我覺得他表現其實算還蠻好的 而且進步還蠻大的 這樣 對 好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分享啦 那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了按讚 訂閱 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我也等 呢 我們 在看 是 可以 走